從小時候開始游泳到現在 我心裡一直有個缺憾 就是 我不會碟式 我是安德森 小時候團班要晉級的時候 一直卡關無法突破 我記得當時挖室的速度沒有過慣 因此沒有機會能學到碟式 一路就三缺一到現在了 但是現在 我想要彌補這個心裡的缺口 從零開始把碟式學起來 所以我請了我們家泳隊的小教練來教我 快速入門簡單好懂的碟式姿勢和動作 我練習了一陣子 分享給大家我的練習吧 首先身體的姿勢 用快挖的方式開始 換氣時上升拉高一點 就像浪大時閃浪那樣 然後和挖式平行入水不同 是在頭部高速的時候 有點像2、30度插入水面的感覺 然後帶動身體在水面向拉平 自然形成一個小弧度的擺動 像這樣子 跌式前進的動力來自於踢腳和手 然後用慣性擺動的momentum加速 腿部動作 不一定要病 踢兩下後 手滑一下 用身體的動能 帶動腿部踢水 加速 手部動作 手部動作 頭抬起來時 手應該在胸旁 手臂過耳朵旁 就必須伸直往前 手在頭前方的時候 我就要入水 入水後 手臂往下 往下 往後壓 就這樣短短幾趟下來 感覺我好像快要溺斃了一樣 這世界第2塊的泳汁 我游的真是無敵慢 雖然我也不知道能否學會 但是不努力練習 就更不可能會了 希望之後 能分享給大家我練習的下集 朋友們 有什麼缺憾或是想要開始的嗎 不管是什麼目標 現在就開始吧 勇於突破自己 朝向目標邁進 Let's do it